没错 你们的想法是很准确的 我也给你谷歌的 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阿姐姐 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 用ipad来当苹果笔记本使用 你们觉得可否 我给大家三秒钟时间 肯定很多人会说肯定可以啊 因为他也配有键盘 没错 是可以配用键盘 打在我手里就是ipad的键盘 把这个ipad对上这个 上面就是一个笔记本的一个操作界面了 首先我不说别的 它的兼容性就比较差 因为ipad它采用的不是苹果一样的系统 这个大家一定要了解 然后其次呢ipad现在虽然可以支持一些简单的办公软件啊 也是完美的 那么它的键盘兼容性其实是一点都不友好的 键盘采用的反馈弹性也是很弱的 所以说我在这里给大家一个意见 用ipad来当笔记本使用 绝对是不可以的啊 一点都不行 虽然网上有很多人在卖这种ipad的键盘 平时实用性是很差的 那肯定很多人会说 那我买一个苹果官网的原装键盘 这个没问题了吧 没错 你们的想法是很准确的 我也给你谷歌的 那你想一下 关于网上键盘一确就到1000多 那你买一个ipad才多少钱 对不对 到了它的二分之一 至于这样吗 那么到这里我给大家看一张图片 上面这位粉丝跟我聊天的 他想买一个键盘 然后还要逻辑键盘来当办公使用 当然能装沃沃斯就是一个塞尔沃德文件的一个办公软件 其实办公软件是完美兼容的 但是呢 它的体验度是很弱的 很差的 这个大家一定要了解 我记得上一个月还有一位 粉丝他要买一个ipad 一 他可以给他小孩 就是办公一些学习 二 他可以满足他自己的出差需要 想法是很完美 因为ipad嘛 毕竟方便轻薄 拿来出差旅行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但是呢 我跟大家讲了一下 有些设置软件的话 他根本很多就不兼容 你想一下有意义吗 就算你出差 它的键盘不好用 它的体验度 它的续航体验度非常的弱 当然 如果你是用来一些简单的办公任务 就是发发语文件 发发邮件 这些还是可以的 通合预算的话 如果你入手一台笔记本 其实也很好的呀 笔记本一千多块钱 完完全全都可以满足你了呀 为什么你还选择一台ipad来使用呢 我竟然想不明白 所以说我给大家说了一大堆这些相关的一些内容 他最终还是入手一台笔记本 其实这个选择是没有毛病的 你想一下 你买一台笔记本给小孩学习 体验笔记本一些入门的教学也没有毛病吧 所以说ipad它的使用曲线性是很弱的 笔记本使用的范围是很广的 即使你用蓝牙的键盘也会延迟 用官网的键盘又是很贵 所以说两栏很选择 我建议你选择笔记本是绝对没毛病的 那么话说到这里 这款可以拿来就装笔记本使用 它很薄 然后它也很轻 这款苹果笔记本也就是在1150 难道它不香吗 并且它有128G的固态硬盘 真的是非常实在的一款苹果笔记本 又薄又轻 方便携带 然后很多人会说要一款大一点的屁股 那么我推荐的是这一款 这一款是 也就是2000出头15寸的大屏 难道不香吗 对不对 15寸的大屏 打在手里的话 出差旅行办公都是没有问题的 小孩子用都是没有问题的 好了 本期视频就暂时介绍到这里 如果你对我这个视频观点有想法的话 可以写在评论处啊 我们探讨它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